哈喽大家好,这边收到一位小女生的留言说 乔老师我想问一下 大家平时女孩子都是怎么保养自己的私处的 如何去除私处的那些黑色素 其实我想说啊 咱们人类啊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们都会因为走路的摩擦呀 包括我们身体的激素的一些反应啊 会让我们的私处沉淀一些黑色素 那么沉淀的这个情况 会因为我们个人不同的体重 你皮肤对黑色素的敏感程度 以及一些其他的因素而颜色深浅不同 所以啊 你就知道要有一点啊 对于黑色素这件事来说的话 你有可能觉得它不美观 但是咱们每个人都避免不了 当然你可以通过医院的专业的 给你开具的一些软膏 可以解决掉一点点这个黑色素沉淀的问题 但是呢你必须要通过长时间的关注 长时间的使用才能够达到一个很不错的效果 包括了咱们这个市面上所有的 不管是什么医美手段 涂的抹的吃的 用激光机器打的等等 你都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去关注 坚持的使用和做 它才会有很好的持续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站在乔老师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我更加希望我鼓励大家去接受自己身体上 这种所谓的不美 而不需要把太多的一些精力放在这个事情上面 你的身体包括你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值得你去关注科学弹性 关注我吧